欢迎收看慢速公路新一期的邮寄 要说起上海的后花园在哪 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湖州安吉 这次我们就驾驶广汽本田号尹瑞混动版 来到了号称浙江十大最美公路之一的S205 这条从安吉天荒平镇贯穿到临安指南村的路线 特别适合夏天休闲度假 跑山 细水 赏梯田 有多好玩呢 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哈喽 大家早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 我们当然又要出去玩了 这次去哪里呢 我们又要去安吉了 正好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 浙江日报评选出了浙江省的十大最美公路 其中一条离我们最近的一条就是在安吉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去这条浙江最美公路看一看 这次开的车型也比较的特别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本田的混动车型 这台车是广西本田的浩银瑞混动万叶版 也是它一个顶配车型 那这台车呢 它使用的也是本田最先进的第三代 IMMD的混动系统 这台路况也比较的复杂 有高速公路省道还有盆山公路 所以它具体的表现会怎么样呢 我们慢慢的检验下去 那都说早起傻一天 那你现在开车会不会有点闷车啊 又那么热 当然不会了 因为这个车它有ACC主动巡航 还有LKAS的车道保持辅助 我现在都已经把这两个功能打开了 相当于呢是L2级的自动辅助下驶 所以现在开启了就比较轻松了 从上海出发 三小时车程就能到达安吉了 素来以景色著称的安吉天荒平镇 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跑山圣地 但今天啊 我们的目标却不是山顶的江南天池 而是一路向南去往杭州临安方向 导航起点呢是安吉天荒平镇 终点呢是临安指南村 横跨两地的S205省道 就是我们这次的游览路线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条号称 浙江最美公路之一的 省道S205 然后是从安吉的天荒平镇 到杭州的临安这一段 刚刚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 全程都是高速公路嘛 所以可能也没时间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广汽本田浩影 这个外观上的怎么样 现在趁着正好有这么一块空地啊 然后后面的风景也特别的秀美 我给大家一起简单的看一下 它这个外观的一些设计 广汽本田浩影 它其实是一个简臭级的S20 车头很饱满 而且很有立体感 尤其是这个车的车灯的设计 我还挺喜欢的 前面呢是一个雨翼式的LED大灯 后面也有一个隐藏式的 竖直的LED尾灯 然后呢因为这个车呢是幻叶版 所以它还有这个车型 独有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它前面是一个 熏黑式的前车衫 然后旁边也有一个熏黑式的轮沽 还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车因为是个混动车型 车标你看嘛 周围有一圈蓝色的 对 然后两边上也有那个hybrid的标志 也是蓝色的 接下去呢就是连续的山路 很多的发卡弯 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在跑这样的山路之前 最好把车里面的一些 容易晃动的一些物品 都整理一下 以免在开车的时候 掉落到地上 造成一些安全的影响 我收拾后面 您收拾前条 好 没问题 来 这车你看 开门的角度好大呀 后排 这都已经快垂直了 对 正好是90度 哇 你看后排还有一块屏幕 可以用来控制影音系统 还挺方便的 这两瓶水我一定要放上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包放到地板上 其实这一储物空间很多 能放的地方挺多的 然后你看这个后排的地台 也是纯平的 这个隐藏式杯架 上面那个盖板 可以折叠起还挺方便 这边还有一个 无线充电的地方 手机放在里面也不会掉 还能安心的充电 通过语音控制设置好导航 一切就绪 出发咯 这段60公里左右的山路 全程都在青山绿水中行驶 虽说总路程并不长 但能体验到的景致 却十分丰富 刚出发的安极段 竟是层栏叠杖的竹林 风敲竹韵 万叶千声 如果有时间 你还可以在 藏龙摆铺景点这里 体验一下漂流 让湍急的水流 带走一身暑气 清凉一下吧 继续向前 沿途几个红色大字 提示着我们山路险峻 但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点小小的驾驶挑战 反而能让这趟旅途 变得更加有趣 本田的第三代IMMB混合工作系统 它是有三种驾驶模式的 现在因为我的驾驶风格 也比较的温柔 所以它是在EV模式 也就是纯电动的模式下 你挂得很安静 我刚刚就一路都在听 那个虫鸣鸟叫 对对 当然如果油门踩得更深一点 或者就是像现在 我们是在上坡 对动力的需求更多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 混合动力模式 这个时候 它的2.0声 阿特金星循环发动机 就会工作了 带动它的发电机去发电 然后还是用纯电 来驱动它的电动机 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增程车 它仍然是以电来驱动的 这个平顺性各方面 还是跟电动车是完全一样的 那现在这个模式 发动机在工作吗 在工作啊 但我也没有听到 什么发动机的噪声什么的呀 对对对 其实还是很安静的 那如果我需要动力最大化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其实还有第三种模式 就是发动机行驶模式 这个时候呢2.0声发动机 它的动力也会通过ECVT变速箱 直接传递到车轮 而且两个双电机也会辅速输出那个功率 总的输出功率会有158千瓦 不过我觉得这些模式什么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平顺 无论它在哪一个模式下 而且副驾嘛 我觉得我这一路上基本上都在欣赏风景 所以乘坐的舒适性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 一个是你刚刚说它动力很平顺嘛 那对叔叔也有帮助 第二我觉得它座椅也蛮舒服的 翻过一座山 我们就进入临安界 路两边竹林变少 取而代之的呢 是越来越多可以细水的停留点 我们怎么能错过这天然的水上乐园呢 我们选择在这个叫静水楼台的农家乐附近停下车 带上早就准备好的工具 快乐一下吧 西水清澈见底 小圆在里面悠闲游异 就像回到了童年时代 拿着小网兜捞啊捞 就算无功而返 这过程也足以开心一整天了 那这些天然可以下水的地方啊 全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游泳 遛狗 摸鱼 打水仗 当然也可以纯粹在水边 做着喝喝饮料 发发呆 最适合呢 带着孩子来 体验这城市里无法享受的自然的快乐 玩水一时爽 一直玩水一直爽 但也别忘了 再往前一点点就抵达我们这一城的终点 指南村了 之所以一定推荐大家花五块钱自驾上山来到这里 是因为指南村这片梯田实在太美了 虽然指南村素来以秋天的红风闻名在外 但夏天来到这里 满眼的绿意 阳光均匀扑洒在梯田上 就像一大块抹茶千层蛋糕一样 巧丽可爱 刚刚我们其实在上面往下看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提前当中 置身在风景 但我们应该是风景的一部分了 其实一开始你说要带我来浙江最美的top10公路之一 这样一条路线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还在犯底部 哎呦什么最美啊什么的 就是这种名头 title已经太多了 名声在带外而已 而且我觉得公路嘛 就是因为我们公路也去过很多了 因为可能也就这样 我当时想的 但是来了之后 我还是觉得蛮不虚此心的 我没有想到就一条公路可以这么好玩 像今天玩水啊 然后最后来到指南村可以看到梯田 如果周末的时候举家带口来的话 早上一起床打开门 就看到绿油油的这么很有层次感的这种风景 我觉得心情就很好 所以小朋友大人都很适合来玩 是的 这条公路呢 它整体其实也并没有特别长 从头到底就六十几公里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一整天都在开车 然后这个难度呢 其实也没有特别特别大 稍微小心一点就可以 然后呢 如果你是带着朋友啊 还是家人一起来的话 所以开车的时候 稍微温柔一点就可以了 做到开这条路啊 一定要温柔 这一点啊 恰恰是今天 我一天体验这个 广汽本田浩尹混动版的感受 因为这个第三代 IMMD混动系统啊 真的让我感觉还挺惊艳的 前面我也说了很多次 它有三种不同的行驶模式 其实无论工作 在任何一种模式上面 它都是恰无声息的 非常非常的聪明 因为它能够提前啊 去预判驾驶者的意图 所以也不需要任何复杂的 麻烦的一些操作 有一句俗话叫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在这台车上呢 我却看到了一种 亮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你看像今天这样 既有平均的动力 又有超低的油耗 那油耗是多少 刚刚我还特地看了一下 这一整天驾驶下来 它的油耗还不到 六十里每百公里 这还是在这种 山路的情况下 那如果是在平常的 城市路况的话 我相信这个油耗就更低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们本田车系 一直有一个 很好的品牌口碑 还有很高的一个保值率 所以大家买车选择的时候 这一点肯定都是要考虑的 对对对 通过这一线 跟广市本田号 以混动版的相处 我认为它真的是一台 挺全能的家用车 那今天的邮寄 就是这样啦 这个暑假 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里 不妨来这条S205自驾吧 这条S205自驾